美国直篮NBA奥克拉克马雷霆的魏斯布鲁克今天较出20分,20篮板,21助攻,3-20的超级大三元,成为季张伯伦后,有此成就的史上第二人。 魏斯布鲁克,Russell Westbrook,本季至今,平均每场比赛可获23分,10.4助攻,11篮板,离连续三季在三项关键数据都有平均两位数进账的平均大三元更进一步。 2016横线17赛季,魏斯布鲁克创下单季42次大三元的记录,还缴出平均大三元的成绩单,并在隔年再度完成平均大三元。 今天在雷霆119比103级败洛杉矶湖人的比赛,魏斯布鲁克加入NBA指标张伯伦,Will Chamberlain,以至少20分,20篮板,20助攻拿下大三元的史上第二人。 张伯伦1968年在费城76人与底特律活赛的比赛,搅出22分,25篮板,21助攻的成绩。 魏斯布鲁克将他的表现,献给刚在洛杉矶遭枪杀身亡的饶舌歌手尼普赛哈斯尔,Nipsy Hussle。 魏斯布鲁克在赛后说,那不是为了我自己,那是为了我兄弟尼普赛哈斯尔,20,20,20是献给我兄弟的,安息吧。 尼普赛哈斯尔雷霆目前的排名虽可勉强几竞技后赛,但他们进10场比赛输了7场,在例行赛最后一周的全力取胜。 魏斯布鲁克在赛后说,现在每场比赛都很重要,我对能在场上有高水准的表现觉得感激, 我很感谢有这些队友,感恩且谦卑地上场并打我最喜欢的比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